冬奥会短道肃华男子1500米1,四决赛的比赛打响,四分之一决赛总共有六组选手参加比赛,地格小组有六人,中国代表才将会有三名选手参赛,任紫薇、孙龙、张天逸,三人将联手向冠军发起冲击,该项目的世界保持者是荷兰名将克奈格特。 小组前三直接晋级,第一组的比赛没有中国选手,刘少林在这一组,比赛刚开始,就有运动员抢跑,比赛重新开始,拉托维亚的克鲁日贝格斯林跑,刘少林排名比较往后,比赛中后段,刘少林提速追了上来,刘少林2分09秒23的成绩,打破奥运会记录,加拿大选手戴恩排名第二,俄罗斯选手艾拉佩抢排第三。 第二组比赛,中国选手孙龙在第一道,比赛开始后,意大利人西盖尔处于第一的位置,比赛过半韩国选手李俊瑞冲到了第一的位置,最终成绩,韩国选手李俊瑞排在第一,意大利人西盖尔排名第二,荷兰选手罗埃斯第三,经过判罚,意大利选手西盖尔犯规被罚,孙龙的成绩是2分19秒26排名第四无缘半决赛,孙龙的表现并不是很好,王蒙解说的时候都替他着急。 第三组的比赛,黄大线小组第一,俄罗斯选手叶利斯特拉托夫第二,加拿大选手第三组的比赛,加拿大选手哈梅林第一,哈萨克斯坦的加利亚赫梅托夫小组第二,朴章克小组第三,第五组,第五组有中国小将张天忆,在还剩下5圈的时候,张天忆摔倒了,荷兰选手克奈格特第一,日本吉永一贵第二,匈牙利的约翰亨利第三,第六组,任紫薇出战,最终任紫薇2分15秒,一零小组第一, 刘绍昂是2分15秒,三九小组第二